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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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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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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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就是单靠圣经 唯读圣经 在我们开始研究之前 我们先低头做个祈祷 慈爱的父神感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和大家一起研究学科 祈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 能够带出父神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圣经 让我们更加明白父神你的旨意 让弟兄姊妹更加认识主爱主 我们将我们的节目交在主你的手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基督徒我们就说 唯读圣经 就将圣经提升到神学的唯一标准 和决定一切来源 强调圣经 和传统一样重要的罗马天主教 和我们基督教就有点不同 因为他都强调传统 基督徒强调唯读 唯读就是唯有 也就是说 当涉及信仰或者我们教义的问题的时候 圣经才是最终的权威 并不是传统 正如圣经所说的 是由圣灵所感动而写成的 所以我们认为圣经是有最终的权威 由于这种想法 就吹生了宗教的改革 新教就成立 来对抗罗马尔及 十数百年来的错误教导 基督教的改革家 他们强调圣经里面所说的 历史和文法 我们如何去解释圣经呢 应该是看圣经里面 这些文本所说的 语法和字面的意义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样 就不可以穿坐附会 再加以其他的去解释的 只有圣经解释圣经而已 另外一种看法就是 圣经里面的一节的经文 其实有不同的含义 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现在我们就会对 唯独圣经作进一步的去探讨 首先我们学习唯独圣经 这种解经方法 这种原则是来自圣经本身的 即是说 只有圣经可以解释圣经 就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 一些著作或者一些东西 来解释圣经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作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要维护圣经 作为我们的教义 我们的信仰的最高的权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圣经是绝对的标准 作为基督徒 我们深信圣经的能力 也是接受圣经所教导的 而我们基督徒临安息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我们拥护圣经 我们高举圣经 我们为了确立圣经的独特性的原则 我们承认只有圣经才可以解释圣经 因为我们看到圣经是由上帝所默示的 它是完美的 所以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它们是没有冲突的 对于我们研究圣经 或者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这个也是我们神学的思想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圣经的绝对性 我们生活 我们的经验 我们人的理性 或者我们的文化传统 这些其他的来源 不能够高过圣经 圣经在他们之上 事实上唯独圣经的原则 才是真正的拥护圣经 使得圣经的权威 不受到其他的影响 甚至乎不受教会的影响 不受其他的解经的影响 因为圣经 只有能够解释它的就是圣经 不是圣经以外的其他东西 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一至六节 特别是第六节 保罗就说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 为何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是如此重要呢 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 并不是说要将其他的东西一概不要 而是说圣经是最高权威 例如圣经考古或者历史 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出现 这些事实都是印证圣经的真实性 历史也是证明圣经的真实性 但是我们不可以用历史来代替圣经 我们不可以用考古来代替圣经 其他的领域可能牵涉到圣经的某些方面 或者讲到圣经的背景 圣经的文化等等 对于这些这样的事情 对于理解圣经都是有帮助的 不过这些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圣经 不是代替了圣经 在这里我就想请莫牧师 为我们讲解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好的 正如刚才范牧师提到 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 保罗给我们的劝勉 给我们的一个指引去研究圣经 是不要超过圣经所记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是这样写的 帝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 那这些事转给自己和阿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众这个轻看哪个 所以我们实践维读圣经的原则的时候 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 假如我们在解释我们的信仰行为的时候 然后我们出现了一些冲突 或者出现了一些矛盾的时候 那用什么来衡量 或者用什么来化解这些矛盾呢 我们只有圣经是拥有超越 和批判其他任何来源于教会的传统权威 我们不应该超越违背圣经当中所写的 真正的基督教打动人心的福音 都是取决于对圣经权威坚定不移的信心 所以在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家 他曾经说过这句话 只有圣经是真正的主 世界上一切著作和教义的主在 所以在解释圣经 或者在理解我们的信仰 我们都不能够违背圣经对我们的教训 只有圣经是我们正确去理解 我们的信仰的唯一标准 我们怎样可以去理解 圣经的重要地位呢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是记载在《仕途行传》 十七章十到十一节 《仕途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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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时保罗和西拉 他们去到比利亚这个地方 其实他们都是去传福音 去传耶稣 传讲耶稣 他们遇到这一帮的人 他们是很愿意去研究 他们所教导的真理 他们真的不是人云亦云 不是听完保罗和西拉说的耶稣 他们说是呀是呀 就这样就信了 反而他们是什么 他们其实是很认真 他们没有他们的偏见 他们也不会心胸合习 他们是很乐意去研究 当时这两位仕途 所传讲的道理的真实性 但是他们说的真实性 他们怎样去引证呢 他们就是用圣经 他们查考圣经 并不是出于好奇 而是为了要学习 其中有关应许的 弥赛亚的写作 所以他们就用到圣经 来引证保罗所说的耶稣 就是要来的弥赛亚 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的地位 是多么重要 在他们当时的人当中 所以告诉我们 今时今日我们听道理也是 我们不是听一个人说 就完全信了 我们自己都要亲自去查口圣经 要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与不是 这个引证就是圣经 而且圣经既然是上帝所默示的 所以圣经是没有矛盾的 所说的是一致性的 我们看看《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十六节 这里就说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 督摆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到时有益的 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 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解说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来说出上帝的话语 鉴于上帝是圣经的真正作者 我们人只是被圣灵感动写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圣经的每一个部分 无论新约旧约哪一卷书 他们在教导方面在教义方面 他们都是统一和和谐的 因为他们是上帝亲自感动我们而写出来的 其实如果圣经真的不统一的话 都不能够合成一本书 譬如说一本书 这么后一本书前面是推理小说 中间竟然是统计学 然后最后变成是唐诗三百首 好 你好心把它解决成三本书 加密成一本书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方法 但圣经是四十几个作者 然后还在不同的时代 写同一个意念的书 是因为上帝的默写 其实他统一性在哪里呢 不是因为第二个作者 看着第一个作者写的是什么 于是就要拉下補上 就是你要写了些什么 我就将它补充上去 有些是 但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本书的统一性 就是以人为主 还是以上帝为主呢 就很明显了 是以上帝为主的 因为上帝的意念 让人明白了之后 就将哪怕是他自己发生的事 却是按照上帝的意思 将他串埋变成一个了 其实创世纪开始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上帝创造天地 上帝爱世人 不过人竟然犯了罪祸 于是为了要拯救人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吧 先离开伊甸园 先离开生命树的果子 然后再想办法 让他汗流满面 然后要努苦 看看怎么能够给他一个保证 让他说 你的女人的后裔 和谁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之类 一直都是想办法 要怎么救人 怎么知道去到人类 他被拯救的时候 就越来越出问题了 那个人杀了阿伯 然后满地都是罪恶 上帝没办法 不要用红水来灭世 然后再下去 所有的民族都各自有斗争 唯有就选择这个 阿伯拉罕的后裔 你发觉其实是好像一个医生 在医治近一个病人 一直医治他 从头到脚 一直想办法 希望他能够搞得好 于是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历代以来 都是在说上帝 在这一堆犯罪的人当中 是怎么能够救助他 怎么能够让他 不要在罪恶里面继续打滚 让他一直都有一个拯救者 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去到最后 出之得到拯救了 新天新地来临了 圣经是切头切灭的 非常统一的一本书 他并没有说前面说什么 圣经情况一部一样 就是你虽然是各自主宰着不同的范畴 在不同的年代 但是人都在他那个年代发挥着上帝照顾我的功能 上帝默视我的那个功能 让我将某一部分的圣经真理 将上帝的真理写在圣经里 是相同的功能 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来源 就是上帝 所以圣经是彼此和谐合一的 是的 其实圣经就是那个统一性 是有统一性的 但是有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然后可能会觉得自己觉得他好像有互相矛盾 或者不明白的地方 刚才阿滕长老就跟我们说到 上帝是会照顾我们的 这个的确是 在研究《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 《但以理书》也有同样的经历 当他研究到2300日的预言的时候 好像跟耶利米书说到耶路撒冷的 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 好像有矛盾 或者他不明白的时候 他怎样做呢 在圣经里面说到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 他就做什么 禁食祈祷 披麻蒙灰 他定义要向上帝祈求 恳求 所以最后上帝 他就猜派天使加伯烈 去奉命非离 去指教他 他知道他之后就得到启示 他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所以上帝会照顾 认真切心研究 去祈祷 去寻求的人 另外就是 比较近代的人 就是威廉米立尔 和他的同工 他们都是当时和早期的门徒一样 他们自己研究圣经的时候 没有很充分地去明白 他们自己所传的信息的意义 所以当时的教会中 就有长久存在的一些错误 就影响了他们 令到他们对预言里面的重要信息 没有很正确地得到见解 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 他们自己去传扬的道理 他们自己都好像有一些困难在当中 但当他们很切心去祈祷 去研究的时候 发觉这个耶稣 原来不是来到地球的 其实就是什么 进入天上的智圣所 然后他们再研究的时候 发觉这个时间性 他们最初研究是1843年 再研究的时候 不是是1844年 然后1844年的春天没来 原来夏天 他们很认真地研究的时候 上帝会给他们有启示 他们靠圣灵更加去明白上帝的道理 其实我们看到前人 他们去研究圣经的时候 也不是马上就可以 一下子就明白 我们都需要经过肯切去祈祷 甚至好像但以利那样 说祂要禁食披麻蒙灰 才明白这个那么重要的道理 圣经是真的 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 让他们更加明白原来在圣经里面的某些经文里面 已经很清楚给了答案我们的了 还有我们来看看圣经 圣经所用的字 或者所写的文章 所写的言语 就不是很含糊 含糊不清 都不知道他怎么解的 感谢住 圣经都是用一些很肯定 很清晰的言语去告诉我们 有不明的圣经里面其他的章节 都向我们解释清楚 甚至乎我们看一下 耶稣讲的比喻 讲完比喻之后 可能他真的不明白 杀种比喻 耶稣就会解释给他们听 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现代基督徒来看 当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当他们肯切地查好圣经的时候 圣灵都会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的真理 前后文是互相呼应 让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究竟是怎样解释 在这里我也想请莫牧师 和我们讲解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 的确在圣经当中 描述到耶稣基督当时 亦是用很多地方去解释圣经的时候 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读圣经 并不是一个很奥秘 很深奥的 深不可测的一种知识 或者一种去理解去认识的 而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已经很简单 很清晰 很明瞭地 跟我们述说这些真理 圣经的见证是很明确的 圣经的教导也是很清楚的 甚至连一些小孩 或者曾经有些见证 有些人从来都未认识字 但是当他读完圣经的时候 他文盲的状况已经掃除了 当然从一个文盲 一路读圣经 他的认知力是不断增加的 同时我们也是从侧面可以看到 圣经是通俗易懂的 任何人都可以借着阅读去理解的 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寻求圣灵上帝的引导 给我们一个子人 所以我们的信仰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得到的权威 并不是来自于自己 亦不是来自于教会 我们反而从圣经当中的经文 互相的引证 我们可以明白到 上帝给我们的旨意 所以圣经也是鼓励 我们每一位 要自己去阅读去研究 因为我们能够去理解 上帝给我们的咨询 在基督福林安息日会 神学手册第六十五面 就有人指出 圣经作者一贯的榜样表明 人当以浅白的字面的意义 来理解圣经 除非经文要讲述的 是一种清晰而明显的比喻 为了要获得那些傲被隐藏的 富有寓意的 唯有创建者才能揭示的内涵 而选择剥掉字面含义之表皮的方法 在圣经中是不存在的 所以圣经明显表现在 在语言或者意义文字上 圣经的作者是想要表达的是明确的真理 而不是一些反反复复 或者捉摸不到的那种解读 所以当我们去理解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 我们人类当然是有一个罪性在里面 是有一些不明白 或者有一些背景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已经足够清晰 特别是涉及到圣经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救赎的问题 救恩的问题 这是无可辩驳的 很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已经知道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这个圣经给我们的主题 是很清晰地显明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多些去阅读圣经 从不同方面的经文当中 去印证主给我们的救恩 其实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会有一些不明白 然后就擠下了它 然后就想会不会是怎样 其实我小时候都读圣经不明白 然后就觉得圣经不对 最明显的是什么 小时候当然读圣经 就读圣经 马里亚 曉珍拿达香高 在耶稣圣经 圣经说 一个是摇在他的头上 一个是摇在他的脚上 诶 究竟是头还是脚 当然有错 圣经前后矛盾 都不对 我不相信 那时候真的跟我们的邻舍说 那些邻舍本来都觉得要读圣经 然后发觉 为什么可以这么奇怪 信不过 然后就不理了 但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珍拿达香高 它是从头脚下脚 虽然每个门徒说的部分是不一样 但实际上圣经说的仍然是对 不过我们后来才知道 那你要相信圣经的权威 要相信圣经的真确 虽然我们会用了我们自己的理解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哪些可以接受 哪些不可以接受 我们会用了人的方法来说 但上帝是不会不照顾我们的需要 反之而我记得 之前试过有一段日子很奇怪 就用了圣经解密的密码方法来读圣经 比如第一行的第一个字 第二行的第三个字 第三行的第五个字 第四行的第八个字 于是就称成了一句句句子 然后将那些什么世界大事 混在一起说 其实上帝要写一本圣经 是希望人家明白的 当然上帝真的有这个能力 是可以隐藏他的所有奥秘 你要用到这样的解密方法 才能够读得出来 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上帝是希望 人家能够读圣经 能够读得他明白 其实现在你觉得有多少个人 是会觉得读圣经真的很好读 于是每一行就隔几个字 来到找到当中看看什么的奥秘 当然是被机器做的 谁是这么很开心 很想读圣经的 唯有他真的很爱上帝 很渴望真理 很享望和上帝一起的人 才是爱慕圣经 就是恨不得每一张圣经 来看十次 但也不会用第一行 第几个字的方法来看 是希望自己能够明白圣经 其实是希望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是吧 当然我们读圣经有时候 是真的会不明白的 譬如参孙 他三次被大利拉 骗了 接着 绑住之后 就说 非利是人快要抓你了 他就 拔开那些圣 接着就出去打非利是人 参孙 他是不是真的死之发达 头脑简单 狼来了 是小学生就已经听了 三次被人欺骗 参孙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呢 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不会的 但看到第二第三次 突然间醒过 对啊 参孙他是很没有力 但是他不是死之发达 头脑简单 因为他之前还要淫过诗 还有要报复是要报复些什么人 他真的是聪明的 但是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就不会这样想的 就会被自己的惯性一看 跟着就 都没有深切去考究一下 我心里都没有 像所谓好像抡个执 就知道他里面 深藏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上帝说呢 你寻找就能够寻建 寇门 会为你开门 你只需要将上帝所给你的 你觉得这是宝贵 要看 要追寻 这样就可以找到 我们看到 圣经如果我们真的 细心去研究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了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出来 以经解经是一个最好的原则 因为圣经这里说的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 看到有答案给我们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高举圣经 以经解经的一个应有的态度 举个例来说 譬如圣经讲到永火 一讲到永火 我们都记得圣经讲到 魔鬼将要被扔到永火 跟随他的使者 也要扔到永火 将要被消灭 但是那些人说永火 就是永远在那儿烧烧之不准 如果那些罪人将来 不信上帝的都扔到永火 他们也有永生 在永火永远被烧 好像和我们所认识的神那种慈爱 是有冲突的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 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 尤大书只是一卷 一章 尤大书的第六节和第七节都有讲到 第六节这里说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 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又如所多玛 所多玛 俄摩拉和周围的成一 他们罪恶涂天 上帝降火来消灭他们 这个上帝降下来的火 就是永火 这里讲到 是受永火的刑罚 作为尴尬 但是今天 所多玛 俄摩拉已经烧光了 老祖已经烧尽了 我们没有看到 有火继续在那里烧 所以说 永火 就是说上帝所降的火 烧尽了一切 就完结 就不是说 永永远远在那里烧 这个也是 圣经里面 已经解经我们 可以寻找到的答案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寻找到 譬如有些人说 这个安息日和主日是不同的 如果以圣经来解释 是一致的 因为耶稣基督说 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 主日就是安息日 耶稣所爱的门徒 这个约翰在拔摩堂所说的主日 因为耶稣的门徒 听到耶稣所说的说话 当然他所说的主日 也都是指到耶稣所说的安息日 还有 在圣经记载上 他说在安息日 还有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 我们知道安息日 在创世纪记载 就是说到 上帝创造大功完成了 第七日定为圣日 休息 但是在新学圣经 为什么又说到 另有一安息为我们存留呢 我们看到了 圣经里面也说到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在安息日 耶稣基督安睡在坟墓内 就是说这个也是纪念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 他在安息日安息了 因为救赎的工作完成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查了圣经 经过了二经解经的方法 对于圣经很多认为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都很容易因为这样来解释圣经 用圣经其他的经文解释圣经 就一目了然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是同一个作者来的 他的著作是不会有矛盾的 之所以不明白 因为我们未曾好好地去查口 在这里我也想请莫牧师 为我们解释一下 耶稣是怎样去引用圣经 来解释圣经 或者解释他的身份 是的 我们从耶稣在新约的记载当中 他当时去到会堂里 拿出的经文 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当时所写的旧约的圣经 而这些旧约的经文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是要将要离的尼赛亚 所以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美妙之处 就是经文的意义 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禅述 我们要这样做 不是将一些毫无意义 或者一些有相同志 或者词的经文串在一起 就来可以解释圣经 相反我们是要仔仔仔仔去查考 这一段经文的当时的背景 或者语境是怎样 除了研究语境的前后关系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那时候 写经的作者所处的大环境 所以保罗亦提醒我们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 这是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 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的任何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都要将相关的经文 来纳入我们研究的范围 那怀爱伦在《教育论》的第一百九十页那里写到 《圣经》乃是他本身的解释者 应将经文与经文互相比较 读者当学习将圣经作整体的研究 并查考各部分彼此间的关系 他应当获知圣经的中心主子 上帝对世界的本质 善恶大斗争的喜悦 以及救赎的工作等 我们从中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 亦是很幸运 因为我们可以读到不仅是旧药的圣经 而且有新药的圣经 来互相印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作经文的对比 深入研究圣经的时候 如果有可能 我们应当从圣经的原文入手 如果对原文没有什么形式 至少我们要有一本很适合的 很贴近原文的《逆本圣经》 因为忠实于希伯来文 或者希列文的圣经 是跟我们透切地理解圣经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研究原文文字的解释 我们真的要用谦卑纯服的态度 用忠心的祷告来学习圣经 通过对圣经的认识 我们一定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指引 也一定在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的信仰上得到很大的过效 有时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 我们需要经文和经文互相做比较 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就不要断章取义 有时我们有些人看圣经的时候 就抽一句一段来满足自己 甚至有些人将一节的经文斩开几次 来满足自己的解法或者思想 这是很危险的 譬如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很喜欢一节经文 叫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如果我只抽这一节经文 然后满足我要做的事 我打架劫舍都可以 凡事都能作 上帝会给我能力 我要赚很多钱 我说我靠上帝给我的力量 我就可以赚很多钱 其实圣经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上下文互相去研究 另外如果我们断章取义 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在善恶之争里面 其实有一章是说到撒旦的罗网 里面说到有一些人要支持二端左道 或者非基督教的规例起见 他们就会在圣经里面断章取义 来去满足他们自己 甚至一节经文斩开很多节 来去证明自己的主张 其实我们需要研究圣经的时候 要以经解经的方法来去研究 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了 短章取义那种的危险 另外我们有一个教义 就是说到人死后的状态 有些人就会拿耶稣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第十九到三十二节里面 讲《不义管家》的比喻当中 来到说到人死了 都可以有沟通的 有说话的 因为耶稣在比喻里面 讲到财主和拉撒路 他们在阴阶里面 有说话互相沟通的情况 这个是很危险的 如果我们单单 用这几节经文来说的话 我们就会以为 会有灵魂不死的情况存在 但其实我们要研究其他的经文 因为刚才讲的经文 其实耶稣不是想说灵魂不死 或者人死后的情况 他是想说一个比喻 在《传道书》第九章里面 其实是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人死了之后 其实就是毫无所知 还有其他圣经里面 很多经文都是解释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能单单 在一段的经文 或者节经文里面 去解释所有的东西 有一次圣经里面 一位人物保罗 他其实是一位学者 他自己是很有学问 也很熟读圣经 不过他不明白里面的道理 特别是他对耶稣的看法 因为他一开始 他一开始 他自己也是攻击耶稣的 攻击基督教 但是当他有圣灵 在他心里面的时候 他自己明白 也知道他所读的 《旧约圣经》 其实都是指向耶稣 这个要来的弥赛亚的时候 他就大大地去改变 所以其实 不单止不可以断章取义 我们要以经解释 还要做什么 就是要有圣灵的引导 去让我们真真正正去明白 就好像保罗那样 所以哪怕强于保罗 他对圣经那么熟悉的人 都好 但是当他死呃一变颈 他蒙失起来的时候 真的都可以不明白圣经 于是就排斥不接受耶稣 所以我们 虽然说 单靠圣经 唯独圣经 这个题目 但是很多人 会因此捉住我们 基督佛林安社会 就说 你们又说只是圣经 你们还有怀思母的书 究竟你们是不是 真是单靠圣经 唯独圣经 那我们的答案 其实仍然是单靠圣经 和唯独圣经 虽然我们是有怀思母的书 但是 华思母的书 他说的其实是圣经 华思母说 我自己是一个小光 将人带到大光那里 并不是说 我是一块镜 或者是 我是一个其他的什么 吸引人 总之转一个圈才可以上去 不是不是 他直接是将上帝 大光显示给人看 其实 圣经教导我们 就说 人当以 分辉和法度为标准 这个分辉和法度 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圣经的标准 华思母有没有说圣经以外的东西呢 其实是没有的 我记得 我曾经试过 学一个新的程式的时候 买了一个电脑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做一些录音的剪接工作 一直都做得 都如火如荼 有些经验的了 但是买了一个更能力量的 更有力量的程式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厉害成这样 应该没有问题的了 是不需要看单单的 买的时候 已经有个菜单 有单单 教你怎样用的了 但是 竟然 那个公司还要派一个人 来教你怎样用 那好吧 安装完之后 听两句 接着他说到第三句的时候 我就已经按停他了 行了 我会搞定 他明明就说那句话 是帮我 让我可以快点 学会那个程式的 不过 因为我自己的骄傲 我觉得我都很厉害 我就按停了他 他就立刻真的收手 就不说了 那 他原来说过那第三句 我要搞了三个星期 自己慢慢才找到他出来 那是OK的 他不说也可以 但是他既然说得的话 那是对我有帮助 对我有益 这个就是那个小光 我看圣经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很熟读圣经 你是很想知道 你的教训 你很努力地追寻圣经的话 不用怀恶书都可以 是一样的 但是 有个圣经的历代词下 二十章二十节 这里就说 我不读完整个诀经文 在后面那里 他说 信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就必立稳 信他的先知 就必亨通 那 信上帝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信他的先知呢 就是因为 我们明明手上有圣经 有他的真理 但是他是闻塞醒 有一片颈 不肯听 医生都教了你 说你回家要怎么吃 又怎么吃药 偏偏 只是我们不吃 所以他才派个姑娘 派个护士来 督促你吃药 督促你做运动 华尔森的功能 华尔森的功能 是没有一样的 他不是代替了上帝的光 他是让我们 发现光的好处 发现圣经的真理 去主动走近光 去主动 要自己找到圣经的教训 让我们不要排斥他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 就觉得 圣经真的很好 于是我们就不排斥圣经 华尔森真的非常不好 我们就排斥华尔森 但其实是否 两样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道听途说 人家说谁好 谁不好 我们就照做 我们有没有 真的看一看华尔森 所说的是什么 有没有知道 他所做的是什么 你要稳平一棵树 说这棵树怎么不好 方法是什么 看看他结的是什么果子 这个是圣经教训 如果果子 结出是坏果子 那这棵是一棵坏树 你凭着他手上做的什么 你就知道他是好 要坏 他批评一个先知 是对还是不对 也要按照他所做的 他所说的 来定夺 如果我们甚至 知道也不知道 看也不看 就已经说 他是异端了 他怎样不好 这是一个无断的做法 是的 没错 其实华尔森的著作 其实是一份礼物 给我们今天的信徒 他自己本身 他都建议我们 不要将他摆的位置 是高过圣经的 他自己说什么 正言被刺客 并非要取代圣经 另外他也都告诉我们 不可以将他的圣言 推到在前面 上帝的话才是 万无一错的标准 另外他自己也说到 我们要用圣经 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并证实自己所主张的 每一点真理 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所以我们是很喜欢 去看《怀外伦》的书 但是不可以超过圣经 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时候 去研究圣经 甚至好像 刚才藤长老所说 我们如果是很认真 去研究 去明白有圣灵引导的时候 可能我们真的不需要 看《怀外伦》的著作 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 的确 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用圣经 来解释圣经 我们看到有很多其他著作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 这些著作 则成为我们 读经的一种干扰 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 但从正面来看 我们看看圣经当中 描述的一个伟大的先知 耶稣基督是如何评价他呢? 而他当时所处的一个景况 是如何呢? 在《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 耶稣轮到施洗若汉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苦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若汉的 所以耶稣所指的这位先知 其实他是没有写过 任何的一个著作 收录在圣经里面 但是耶稣对他 却有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当中 告诉我们 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 感受最大的时候 是觉得施洗若汉 的确 他虽然没有写到任何的一本书 是被收纳在圣经当中 但是他顺从圣经的话语 他研究圣经的话语 得知耶稣基督 就是要来的那一位的时候 他却是完完全全地按照圣经的指示 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 所以 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信徒 要学习的榜样 不单止我们要去用圣经 来指引我们的信仰 而且我们要用圣经 来解释我们信仰当中的疑难问题 而且我们要用圣经 来指引我们信仰生活的方向 同时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要大声宣告 主耶稣基督化妖再来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神学 我们读神学的时候 其中有一章是我们必修的 提醒我们圣经 就是他自己最好的解释者 就不是用其他的东西去解释圣经 另外也提到我们学习圣经 并不是以一种很深奥的东西 很难明白的东西 这样的态度去学它 我们看到原来圣经是很清晰的 是很容易让人明白的 只要我们尊心去寻求 就知道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华尔伦刚才大家说到 他没有高举自己的著作 他都叫人去看圣经 鼓励人去看圣经 他说他是小光 人代是大光 还有我看到华尔伦勉弟兄姊妹 他说你们应该 好像当圣经是食物 你知道食物每个人都需要 我们每天都想吃东西 如果用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喜欢圣经 很喜欢研究圣经 他又提到一件事很特别 他说圣经就好像一个宝藏 你去研究圣经 不单是食物 喜欢吃 每天都吃三餐 有些人吃四餐 五餐都有 而且好像发掘宝藏 你想想一个发掘宝藏的人 他们是什么心态 他们越挖越开心 希望挖到了 当他挖到宝藏的时候 拿着自己所发掘出来的宝藏 他不会丢掉 他会立刻收藏好他 觉得这件事很宝贵 很开心 很惊喜 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对我们研究圣经的人来说 我们会爱不惜手 每天都要看 而且越看就越开心 其实是真的 每一个基督徒 当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 打开圣经去看的时候 真的越来越欣赏 珍惜 也都将圣经里面的教导 作为我们人生的准则 我们都从圣经里面发掘到 耶稣基督的爱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看看华尔伦所说的 华尔伦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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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圣经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华尔伦是一个 切切实实是谦卑的 他不希望 那些人将他的著作 将他所说的东西高举 他鼓励我们 去寻找圣经的真理 亲自去研究圣经 爱识圣经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个 经常看圣经 经常去跟人分享圣经的人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 都是高举圣经 而且是热切盼望去研究圣经 当他们研究到 圣经里面的真理 很开心的时候 他也很乐意地跟人分享 华尔伦只是跟他们分享圣经 并不是他创一套东西出来 比圣经更加好 或者跟圣经一样 并不是这样 虽然我们知道 华尔伦 他对圣经的体会很深 而且有时 上帝也都是 将一些很特殊的信息 是告诉他们 让他再告诉其他人知道 但这一件事 并不是代替了圣经 现代的真理 和圣经有没有冲突的呢 如果我们相信 是来自同一个圣灵的感动 当然是不会有冲突的 所以我们明白 福林信徒 基督福林安息会的大兄姐妹 全道同工 圣经的研究 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息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要高举圣经 不是高举任何其他的著作 或者其他的书 或者其他人所说的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 我们研究的题目 就是 威何要解释 在我们结束之先 我们请莫牧师 为我们做一个祈祷 满心感谢我们慈爱天父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 有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亦都是让我们深信 唯有圣经才能够彰显主你的恩典 我们求主你也是 使我们每日都能够 熟读主你给我们的话语 将它当作食物 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至能够消化 能够将主你 榮美的信息 更加去传对给更多的人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能够在我们的身上 充满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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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祈祷 何概念 在我们用这个 없습니다 此道 ! N 能够 万能够 不能够 吧 有 交礼 不 る 就是 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